歡迎收看2月11號的財經Espesso 馬股兩天大漲40點之後 今天在第四季經濟成長朝預期之下保住了買氣 最終以全天最高的1578.89點掛收 再攀升8.79點 將三天漲幅擴大到48.80點 惠事方面 美國升息在即令馬幣承壓 對美元跌至4.1885令吉 接下来由企業布雷恩外單元 首先來跟進雲鼎香港清盤申請的進展 該公司旗下水晶郵輪 數天前才因為兩艘豪華郵輪拖欠燃油費而被扣押 如今根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透露 水晶郵輪正關閉美國辦事處並且遣散員工 對此有關方面都暫未回應此消息 亞航集團議名為Capital A公司之後準備大展拳腳 今天在媒體匯報會上 首席執行員東尼費南達斯就談及將成立新的航空公司的大計劃 表示細節將會在2月之後才公布 配合集團議名負責飛行業務的亞航航空也將更名為亞航航空集團 對於飛行業務未來會不會分拆上市 東尼說這自然是公司的計劃之一 將交由董事部評估適合的時機籌備上市 最後來關注大馬2021年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國家銀行總裁諾山俠指出 在防疫措施放寬就業市場復蘇 持續的政策扶持以及外需持續強勁之下 去年第四季經濟走出第三季衰退4.5%的陰霾 暗年反彈3.6% 勝過市場預期的3.3% 末季回彈也帶動了2021年全年經濟增長3.1% 這雖然符合官方預測的3%至4% 但遜於市場預期的3.4% 華調銀行經濟學家黃靖廷說 私人消費力度強於預期 他們決定將大馬今年經濟成長預測 從5%調高到5.4% 儘管如此 他認為經濟下行風險依然不低 國行短期內不太可能調高指標利率 預期會等待第三季 局勢更明朗時才會調整利率 那麼今天的財經 ESBESSO到此感謝收看 也記得訂閱支持百格 如果你們歡迎按讚好 稍稍上 6分 我chy砸了